被人家參展這件事情 參加PF才有那時候被主辦 被主辦講說因為太色了 所以說被擋下來的那個到底是 尺度到底是多大 大概是整個感覺吧 你做這個不會有職業的傷害嗎 你回去挖鼻屎 然後結果發現裡面都是白白的 因為我以前就是七油漆啊 就是也是用這種噴槍七油漆 結果裡面回去挖鼻屎都是黑色的 呵呵呵 YOSHI 那我是Mind 開始之前記得先開啟小鈴鐺 到粉絲團按讚跟追蹤IG 小小的支持一下本頻道 自從上次木棉花離職之後啊 我就一直在找下一份工作 只有做一天而已拿穿離職 我那個連試用集都不算 然後又聽說台中這邊有一間 專門在製作客製化公宅的工作室 就是我們長頻道的GK 那因為在台中嘛離漲化又近 之後就二話不說了跑來應徵了 但是好奇怪喔 這個地方怎麼看 都不像是有工作室的樣子 嗯 到底在哪裡 你媽幹嘛 你要幹嘛 所以有人可以來解釋一下 現在是什麼狀況嗎 你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嗎 嗯 我們是Brother Staker 公仔客製化的工作室 如果想在這裡工作的話 就要遵從我們的聖職 BS is best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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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嘿 這不是姚哥安晨晨嗎 你們怎麼會在這邊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是來做採訪的 就突然被綁來這邊了 歡迎來到BS Studio 選擇吧 是貓派還是狗派 你在光小 不然怎樣 我已經選狗派了 欸 幹嘛 BS is best 那你們呢 是貓派還是狗派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想要幹嘛 趕快把姚哥還來 我也是狗派的 欸 欸 欸 啊 最後輪到你了 是貓派還是狗派呢 自從上次我在木棉花講說我是貓派之後 我就發誓說 我絕對不會再背叛了 年中兩個月 貓派 老闆 這樣還可以嗎 毛老師 你覺得呢 請問你是作者本人士吧 嗯 我是指揮的會師 毛衛光 毛老師 你好 我是蔓蔓蔓老師 請問平常是在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呃 維護世界的和平 拯救男性的 淡淡 的工作 那方便說一下 最近最有名的作品名稱是什麼嗎 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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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管道可以看到老師的作品呢 目前 目前的話就是 有電子版跟實體 就是實體的版本 就是實體出版本 台灣上帝爾賽德就是買電子版 這樣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日本那邊嘛 現在日本出版的 台灣比較少可以看到 台灣的話 有啦 現在還是有 台灣的話現在就是那個 就是像 有一些賣成人用品的 上面有進一些色色的漫畫 他們就會有進一些書 可以去那邊找一下 這一支呢 聽說是老師的作品對不對 對 那 請問一下他的創作理念是什麼 欸 沒有創作理念 就 當時就是 發生點事情這樣 然後就 就是在 你覺得 老師平常會去參展嗎 會 不過最近比較 最近比較傾向於 那個就是在現場花簽名版 已經比較少出本 真的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看到 還是有去參加一些同人展啊 然後包括這支也有帶去 參加一些同人展那邊 對對對 又又又又又又 剛剛PF有那個 有立體 有立體的那個 模型比賽 剛好就是 就跟BS合作就參加了這樣 然後就是 他 這 這一支 目前有做過 這支啊 就除了大型模型之外 還有做哪些周邊嗎 目前的話就是 主要還是以六分之一的 六分之一的那個 Figure 就是手辦為主 然後他還有一些周邊 像立牌啦 掛肘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跟 成人玩具上合作 有做一些 就是 男士們可以用的東西 一萬半還蠻OK的 所以那個 裡面那個 構造啊 老師親自審核過的嗎 絕對不會是 絕對不會是用我的發磨系 完全沒有這種事情 我知道很多人在問 那這些東西就 肚子肚子 不好意思啦 打上馬賽克就 就就就就就 就跟這些東西就 如果不介意的是 男生跟宅宅喜歡的東西的話 不介意的話 好 謝謝 請抽下吧 可是這麼多的話 那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抽出去給觀眾 喔歡迎歡迎 我完全沒有問題 抽獎資訊的話 我再放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再看一下 那請問一下 子怨這支 這是老師他第一次把 公仔 應該說把角色實體化嗎 做成一比一的 其實不是 其實最一開始不是這一支 一開始原本是 原本是我作品裡面的 另一隻角色 不過因為後來 原本要拿去參展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 參加PF 那時候被主辦 被主辦講說 因為太色了 然後剛好就臨時改變主業 那時候我後來就是 後來跟BS 就跟BS的原型師 還有跟BS的大家 就是討論說 在玩玩怎麼辦 就是要臨時改變主題 這樣子 就是PF剛好那時候 他們有個 他們那時候比賽的題目 剛好是動物這個主題 那時候剛好我想說 剛好我的商業單 我的商業單行門 剛好裡面有一個角色 對 剛好就是 剛好是貓娘 他說 啊 那就用這個吧 對 所以後來才決定 就是用 就用這個角色去做這樣 所以說被擋下來 那個到底是 尺度到底是多大 大概是這個感覺 就是 完全全是泳裝 然後完全被說 這樣子會非常的困擾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所以說不好意思 那個 原本一開始是要讓大家看到 是相見的司機 就是 泳裝照 那種 郁姐 郁姐風格中的角色 對啊 那臨時決定 就是變成一個 就是 貓娘的角色 那幫你製作公仔的 該不會就是外面那些 戴著面具怪怪的人吧 頭盔怪怪人1號跟頭盔怪人2號嗎 欸這樣收音不方便耶 可以拿下來嗎 你好 所以要怎麼稱呼 你好 我是1號 0號 你來公司多久了 目前 大概半年左右 呃 大概 那你在公司是做什麼樣的職務 我目前主要是做 3D列印跟公仔建模的部分 目前是 話說我有個技術上的問題 想要問你們 請問這是誰 喔 這關於這個的話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公司的 右槓機 槓機 槓機 請問加入你們公司 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請問加入你們公司 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三層09 你們通常接到單之後 怎麼開始進行呢 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一下我們的3D建模 那我們就交給我們的3D建模師設計總監 然後我現在要跟各位講一下關於我們這個部分創作 從2D轉3D的過程 首先我們跟繪師取得共識要製作模型之後呢 會把一些這個模型製作的一些MAGAP 告訴繪師 因為繪師他們會畫2D圖 但他們並不知道 這個圖面轉成3D之後 它是不是能夠重心能夠站立 所以我會把一些 像這個 比如說錯誤的範例 傾斜角度因為腳會斷 因為我們基本上做1比1等身比例的話 這些角度都是不行 過於傾斜過於偏移 這都會造成放久會斷裂 好 下一個 就是地台要考量 這就是比較好的範例 這種地台就是失敗 像一般的景品呢 小型的模型可以做這種比較 傾斜動作 但是如果我們是 要做成凸 1比1就沒辦法 這些都是可以製作的 這些全部都是 良好的動作 良好的分件 這要不然它不會有重心斷裂的問題 模型製作什麼圖洞的話 我們什麼都做得到 但是 考慮到品質 客戶拿到會不會 放在家裡面斷了好找人家修 因為你看在網路上很多 很多災情就是 一些模型的腳會斷裂 你要修理要心痛 對像之前有一個 對 有抹擦母的腳 等身大的腳就斷裂 對 那個就 會盡量避免 好 這邊 進入3D模型之後呢 我們會 完全的參照 要原圖去做製作 首先會是會給我們一些 比較簡單的圖面 你只要給我一個正面 我們就能夠做一個建模了 你不用給我完整的三次圖 這是我們公司比較特別的 我們可以自己去補足 後面你沒有畫的部分 所以我們跟會是買原創的圖面之後呢 我們不會說 要你把正面側面後面全部補給我 沒有必要 我們會自己去抓 會是會 進行監修 我女兒你把他畫這樣 我覺得 屁股再翹一點 胸部再大一點 我會很開心的幫他做修改 因為我也覺得很像 模作完之後呢 我們會進入一個 上色的階段 色票 就是RGB跟CYK這些 色票告訴塗裝師 但這次之前 我會在我的電腦螢幕裡面 做一個上色動作 那我這邊暫時展示一些 上色的影片給各位看 我們會把它 照著原圖的設定稿 去還原之後呢 轉交給塗裝人員 塗裝人員呢 會在跟我溝通完色票之後 將這些細節都還原到定位 我兼修 原創作者兼修 同意才會開始進行販售 你有喜歡的女兒 或是也喜歡的原創作家的作品 你可以推薦給我們BS 我們會盡力的去幫你 完成這個夢想 這個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進到3D電影的部分了嗎 還是還會 中間還會經過的過程 直接進入3D電影 然後會有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甲組 甲組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會先一個草模 一個概略的草模 因為組組看 這邊太瘦 這邊太扁 然後會變形 支撐怎麼調 不只是我這邊要修改 可能列印端 發生這樣會失敗 他也要做數據的修改 甲組完成之後呢 會進入一個正式的列印 正式列印出來之後呢 會把它拿去給 我們的後廚人員塗裝師 修灰模啊 然後給他問一下他 請問這樣塗裝人員有沒有辦法 完整的組裝 完整組裝 然後我們希望消費者拿手上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撒瓜裝的 甲組正式跟塗裝確定 結束 好 所以不會有遺囑就是了 遺囑 他沒有想要立委的意思 還有丙組 嗯 嗯 我剛沒反應過來 沒有 哈哈哈哈 出來了 你有想到 那個人好像很笨 你看 哈哈哈哈 還有再一次是不是 所以還會有遺囑嗎 對還有丙組 那我們剛才已經看完 3D圖了 那接下來 是要做什麼步驟呢 還是我們直接到 3D列印機那邊去了 喔還沒還沒 我們目前會進行 3D列印的第一個動作 那就是架支撐 那為什麼要架支撐呢 主要是因為 光顧化列印的話 它會是用倒轉 它是倒掛的方式列印出來 但是它沒辦法 憑空這樣製作出來 需要有個東西 讓它穩定 讓它拉住 所以我們會需要 進行架支撐這個動作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示範給你看 要如何去做架支撐 首先呢 我會 將剛才 繪製完的分件 進入軟體裡面 進行架支撐的動作 它會 最後呢 會像這樣子 像一顆樹一顆樹的 這樣長出來 嗯 那麼我們讓它 它在上面去做架支撐的時候 需要注意一點 就是它的模型呢 需要傾斜的去做放置 來減少它的接觸面積 什麼意思 嗯 這樣講好了 就是 假如說 接觸面積太大的話 它是不是就很容易黏在底下 會影響它 最透輸出的品質 接下來我們就會進到3D練印機那邊來做示範 嗯 那麼3D練印主要有分成兩種 我們目前呢 工作室在做1比1大型的 是用FDM FDM就叫做融柱層疊成型 融柱層疊成型 我們所使用的是LCD 然後光固面板 LCD光固面板 嗯 LCD光固面板 也就是說它是利用紫外光照射素質來進行膠鏈反應 嗯 嗯 我來大致先跟你解釋一下 紫外光線進行膠鏈反應 也就是說 有點像是牙醫進行補牙 或者是美甲的時候在照射美甲燈一樣 哦 我知道了嘛 光療美甲嘛對不對 嗯 對對對 它只要用光照射之後 它就會開始凝固變硬 所以說 它就是一台大型的美甲機啊 我們要把剛才做完的支撐檔案 來放到這台機器裡面進行列印 利用USB的方式 我們會把我們的數值 光固化數值放進去 然後它的載台就要緩緩的降到最底下 它有點像是承疊式的方式 這樣一層一層的 去用紫外光做照射 看不出來它是要怎麼做的 它這個底下就是 它的 它的面板 講像列印機耶 它就是3D 哦 對耶 接下來看到的這塊區域 就是我們的列印範圍 那它所照上來的光 就是我們所有的紫外光燈 好像裡面有一顆一顆的軟 剛才那個 一顆一顆像水母的東西 其實就是它機器裡面設計的 可以讓它光線垂直照射上來的系統 好像是一個理工男在對你講什麼 那請問現在是在幹嘛 烤箱嗎 它現在正在進行日光浴 那就是烤箱啊 主要是我們剛才3D練印完之後 我們會將我們的分件 進行二次固化 也就是現在的日光浴 那主要的目的是讓我們練印完的分件 讓它的教練反應作用完全 也就是說讓它完全無法 那所以這個過程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送去上色了 嗯 對 那這個是我們剛練印完的部件嗎 嗯 對對對 那這些部件已經經過後處理完之後 我們會再把它們拿到後面去進行上色 那我現在就帶你過去那個組裝室那邊 好 是女生耶 你們公司該不會唯一的女生吧 沒錯 工作室裡面最香的存在 但同時也是最臭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塗裝室 那我們第一個不知道要先幹嘛 這個是灰模 那我們在上色前會像這樣打一個擺 上擺的用意是什麼 上擺的用意就是它是一個底色 讓它的橙色更漂亮 你做這個不會有職業的傷害嗎 你會回去挖鼻屎 然後就有發現裡面都是白白的 因為我以前就是汽油漆啊 就是也是用這種噴槍汽油漆 結果裡面回去挖鼻屎都是黑色的 對 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啊 按的時候像這樣 然後我們在按的時候是 下去是出氣 然後往後拉它就會出料 對對對 這樣上下就好了嗎 就是上下對 然後你手順著走 看要用筆塗去找身體 還是用零件去找料的位置 感覺它塗得很白是不是 不小心塗太多了 你越往後拉料一口氣就出越多了 那這個怎麼辦 很乾再做處理 它就上擺了 這是腰部的地方吧 還有一點 還要換球 哈哈哈哈 所以等一下 然後後面再看上眼睛 感覺回去頭上也是會卡一些白白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一下 頭髮的部分要怎麼上 我做法是先上生物品 所以加長它的衣服 刷水 先大袋再過 就算它底比較深 所以從底部開始做 然後 脖子去慢慢疊它的顏色 這是頭髮的後面 前面給你試看看 真的嗎 我要開始囉 好 不小心噴出來了 這邊已經被我弄成這樣子了 底下是比較沈 你試著 這樣拿 這樣拿嗎 對 學姐這樣還可以嗎 可以可以 解救一下 因為我們熟悉的動漫人物 就是這邊 冰深 然後上頭頂也是深 對 你看它那個手勢是這樣子 很輕的 我剛剛就是一拉之後 噔 這個地方還有救嗎 乾掉之後再做處理 這樣它在那邊自然風乾就好了 那這個是已經塗裝完成的嗎 不要說這個是完成的 那這個泡殼其實是我們場內自己設計的泡殼 然後打開來之後會有我們已經大略組裝過的分件 看一下 你看這個南半球 這南半球的色氣感有出來 我覺得這個大腿的比例恰到好處 沒有錯 就是要這麼渾遠 這是我們總監特別特別在意的點 一定要足夠豐滿 有點肉比較好 對有點肉比較好 台灣繪師 然後台灣本土的製作公宅 具有台灣價值的公宅 那今天謝謝你們的介紹 我先去上一下廁所 請 欸你覺得今天怎麼樣 剛剛早上他們有說啊 他們那邊有在睡覺 對啊 你之前不是三十六個小時沒睡覺就受不了了 不行 我覺得這工作實在太乾了 那你要替一致囉 當然啦 我只需要媽媽啊 呃老闆 我覺得 我可能沒辦法生日這份工作 還有就是 我是狗派 欸你這樣我朋友失業了 我是自由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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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在辦公室沒有很多回去 蛤 有嗎 以前沒有 沒有嗎我沒有欺負 現在有 喔沒有喔 對啊我欺負你直接看到手掌 3 2 1 不好意思 我們辦丘 欸老闆姐這樣還可以嗎 我要堵舌頭 這是你畫的對不對 我是用錄影的喔 你要錄影 喔OK